六清廠區的臺化芳香清三廠發生氣爆後 殘火一直到昨天下午 快要四點的時候才全部撲滅 臺宿也和麥寮鄉明舉行協調會 表達歉意 雲林縣長張立善表示 六清管縣的十年總體檢根本沒有落實 要求六清重新檢討 同時也將矛頭指向中央 要求行政院應該成立國家級的石化災害應變中心 泡棉 油漬和翻肚的濕木魚浮在水面上 七號六清廠區發生爆炸 農煙直串天際 煙塵掉落在漁溫 養殖戶一大早來巡視 有許多石木魚已經死亡 質疑就是六清事故造成的損害 上午台宿和麥寮鄉明舉行協調會 高層主管鞠躬表達歉意 但村長不滿前一天氣爆威力強大 六清的通報簡訊卻在事發後 兩個半小時才激發 引起居民恐慌 台塑承諾未來會縮短在半小時內簡訊通報 但漁溫出現死於台塑卻表示 要等水質宋豔比對 再釐清責任歸屬 環保署派駐人員在橋頭國小許措分校監測 並表示廠區附近的監控數值沒有異常 不過麥寮國小海豐分校的學童不放心 戶外客還是戴上口罩 廠區白天還有殘火燃燒 到了下午三點五十一分才熄滅 宇寧縣長張立善直指 六清管縣十年總體檢根本沒落實 一個十年的總體檢根本沒有落實 所以從九十九年到現在 歷經十九次的公安事件 我們非常要特別要求 也就是說你要落實公安全面總體檢 張立善要求六清三天內完成事故原因報告 一個月內完成管線體檢 並將矛頭指向中央要求行政院 應該成立國家級石化災害應變中心 不過對於六清附近居民來說 眼前最憂心的還是爆炸會不會重演 焉塵造成的污染會不會持續影響環境 記者王維雄 謝奇聞 黃怡金 蔣龍翔 雲林台北報導